奥利亚被安排在医院里给受到严重核辐射的伤员剃头 因为他们的发丝里含有放射性粉尘 每一次完成工作后 他都会绝望地在卫生间脱掉防护服 一遍遍搓洗自己的身体 但这天刚洗完出来 他却看到男友阿烈竟然也出现在了这所医院 奥利亚瞬间就明白他当时离开后去干了什么 脸上的惊喜也转变成了愤怒 发泄完情绪奥利亚才得知 阿烈之所以去执行死亡任务 是为了换一个儿子活命的机会 上级领导信守承诺 很快就将两人的孩子送上去往瑞士的飞机 这件事后阿烈和奥利亚重新和好 深夜看着被蒙在鼓里的群众生活一如既往 正欢度劳动节的电视画面 阿烈彻夜难眠 如果这场灾难没人阻止 到时将要波及整个欧洲千千万万的家庭 第二天清早他不辞而别 第三次重返核电站 阿烈和工程师背上潜水装备 重新回到了冷却池 此时的水温已高达60度 就算用上了氧气瓶 人也会呼吸困难 每多待一分钟都是在与死神掰手腕 两人争奋夺秒终于来到了阀门前 可因为水压过大再加上机器生锈 他们用尽全力也无法拧开 在紧急之下 阿烈利用一根铁棍借力 才终于将阀门转动起来 池水开始逐渐排出 这一次任务终于成功了 然而就在反程的途中 工程师却因为体力不支 被绳子缠住 眼看就要失去意识 为了不连累阿烈 他偷偷割掉了连接两人的绳索 选择独自赴死 阿烈发现后立马返回救人 可一切终究太迟了 他的意识也开始逐渐模糊 在恍惚中 他仿佛看到一家三口 一起在海边玩耍的场面 如果没有这场事故 自己就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过着美好的生活 弥留之际 阿烈被救了上来 看着隔离病房上不得入内的字样 奥利亚毫不犹豫地推开 阿烈因为受到剧烈的辐射 全身已经溃烂 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小时 本来绝对不能与他进行知己接触 但奥利亚却不停劝告 他一点点脱下防护服 在床边抱住了他 三个月后 两人的儿子从瑞士康复归来 在这重逢的场景中 却已经没有了父亲的身影 这部电影叫切尔诺贝利深渊 是俄罗斯电影人第一次以超高成本的大制作 呈现这场惨绝人寰的核泄露事件 天中的部分细节虽然是虚构的 但人物在历史上都有真实原形 为了防止整个欧洲成为一片数十万年都无法居住的废土 切尔诺贝利三勇士不顾核辐社的威胁 毅然潜入废水下 这张照片就是他们当年下水前穿潜水服的出发照 BBC曾把这张照片记载的三人行动定义为人类文明的关键节点 如果没有他们的自我牺牲 世界历史将会被彻底改写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的起因 有人说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 有人说是核反应堆本身设计落后 至今没有定论 但无可否认的是 这让人类史上毁灭性的灾害 导致了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 无数的儿童身患残疾 无数的生命悄然消失 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受了污染 时至今日 多个国家仍投入巨额的15亿欧元 安装切尔诺贝利的新石棺 抵御源源不断的核辐射 当我们回望这场核灾 会发现它不只是一场人类的重大悲剧 也包含了一个个关于英雄与信仰的伟大故事 像阿烈这样牺牲自我的平凡英雄 还有很多 唯有珍惜当下 才是对这些烈士们最好的怀念与致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